看起来笨笨的鸵鸟 也是上帝精心的创造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 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约博记第39章 你有观察过山林里的野生动物吗 如果用心留意 动物们的本能与天性 相信你 就会更能体会上帝的慈爱与智慧 这一章 上帝就要亲自透过 他所创造的野生动物们 来请约博思考看看 为什么这些动物 远离的人类 却依然能够在无人照料 无人保护的环境下 生生不息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博记第39章 约博记第39章 山檐间的野山羊 几时生产 你知道吗 母鹿下毒之旗 你能查定吗 他们怀胎的月数 你能数算吗 他们几时生产 你能晓得吗 他们屈身 将子生下 就除掉疼痛 这子渐渐肥壮 在荒野长大 去而不回 谁放野驴出去自由 谁解开快驴的绳索 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 使贤弟当他的居所 他吃笑城内的喧嚷 不听赶牲口的鹤声 遍山是他的草场 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 野牛岂肯服侍你 岂肯住在你的草旁 你岂能用套绳 将野牛拢在离沟之间 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 岂可因他的力大 就倚靠他 岂可把你的功 交给他做吗 岂可信靠他 把你的粮食运到家 又收据你河场上的骨吗 鸵鸟的翅膀欢然山斩 岂是显慈爱的 灵毛和羽毛吗 因他把蛋留在地上 在尘土中使得温暖 却想不到被脚踹碎 或被野兽践踏 他忍心待除 似乎不是自己的 虽然徒受劳苦 也不畏除惧怕 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 也未将悟性赐给他 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 就吃笑马和骑马的人 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 他颈向上扎傻的踪 是你给他披上的吗 是你教他跳跃像蝗虫吗 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慌 他在谷中袍地 自喜其力 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 他吃笑可怕的事 并不惊慌 也不因刀剑退回 剑带和发亮的枪 并短枪在他身上 蒸蒸有声 他发猛烈的怒气 将地吞下 一发脚声 就不耐站立 脚美发声 他说呵哈 他从远处闻着战气 又听见军长 大发雷声 和冰丁呐喊 鹰雀飞翔 展开翅膀 一直向南 岂是借你的智慧吗 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 岂是听你的吩咐吗 他住在山岩 以山峰和兼顾之所为家 从那里窥看食物 眼睛远远观望 他的厨也扎血 被杀的人在哪里 他也在那里 神像约伯提到了 山羊 野驴 野牛 这些野生动物 在约伯所生的年代 都是人类 难以接近和训养的 但即便如此 也没有关系 因为神借着大自然 每天每夜 都无微不至地 照顾它们 除了凶猛强壮的动物之外 神也特别提到了 天性较为怒弱的鸵鸟 鸵鸟已遇到危险 就把头埋进沙里 甚至连自己的蛋 都无法保护 所以人们大多认为 鸵鸟真是一种笨笨的动物 但是神要告诉我们 这样的鸵鸟 也是出自 神完美的安排与创造 其中也蕴藏了 神的智慧与心意 亲爱的朋友 我们有时候会认为 这个人做事 怎么不太利落 他怎么许多事 都做不好 但这也许 只是我们看见的 其中一面 相信神所创造的 必定有他 特别美好之处 就让我们谦卑下来 用心去发掘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绝苏 求你赐给我智慧与谦卑 更懂得 用你的眼光 去看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相信你的每一个创造 都有无比美好的心意 祷告奉耶稣基督 圣明祈求 我们 无论你是什么模样 在上帝的眼里 都是在特别而且美好的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